我是Sky 我入了髮型這一行二十年 我有二十多件質地一樣的黑色T恤 因為它們一點都不黏頭髮 每天我都會穿著它 隨時準備幫人佔頭髮 隨時?很有熱性 這份熱性是加入了心靈力量之後 燃燒得更加旺正 心靈力量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資在的慈善團體 我是入面異展團的展法導師 負責心靈理髮師的培訓 我們的異展團隊定期會去不同的院舍 幫公公婆婆做異展 他們很多都是由零學起 經歷過很多個小時的培訓和實習 最終成為心靈理髮師之一 對普通人來說 剪頭髮、換下形象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是對老友記來說 就不是那麼容易 行動不變 再加上經濟的負擔 有些老人家真的寧願不剪頭髮 於是 心靈力量由2018年開始 發起幫長者易剪 每次一路剪 一路跟老友的聊天 除了令到他們重拾自信 還是一個躺開大家心非的過程 謝謝你 剪得我很漂亮 我的滿足感是難以言餘 看起來像是我幫助他們 其實 他們幫到我更多 比起以前 我會覺得 幫自己媽媽剪頭髮 是一件苦茶 每次跟媽媽剪頭髮 都會有爭執 但加入了心靈力量之後 幫助我的老人家多了 令我反思時間 一天一天地倒數 每個人都會變老 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人與人之間 每個相處的時刻 在跟老友記相處的點滴中 我們都會找到各自的心靈力量 真正體現到絲繡相長 互相滋養 要長遠穩健地發展長者的 異展服務 是很需要你們的支持的 無論是加入 心靈力量理髮師的團隊 還是成為心靈力量的月捐者 都可以令更多老友記受惠 請捐款支持 心靈力量長者異展服務 同樣的屆 為心靈力量理髮師的 顧客 因此 為心靈力量理髮師的 新垃圾 比仁靈力 都可以令我 選擇